以行肝炎病毒案例 2015年因身体不适就医查出以行病毒 需长期服药 服药三年后身体每况愈下 2018年有幸接触了原始点 于7月5日开始用原始点条理 停止服用所有药物 条理过程如下 一、每周按推两次全身按推 刚开始很痛 有点受不了 一个月后全身痛点几乎没有 二、浆的用量 从20克逐渐加到50克 三、运动量 每天爬楼梯拉筋操大约两小时 四、温敷白天红豆袋 晚上睡暖毯24小时温敷 五、饮食温热性饮食 杜绝一切寒凉 我身体感觉越来越好 也有体力了 心情也好了 2018年8月27日就医复查 所有指标基本恢复正常 处理前、处理后 按订阅 档子